這位婆婆苦毒她的媳婦 怎麼樣的苦毒法? 見不得她媳婦好 見不得她媳婦好 為什麼勒? 就稱恨心太重了 見不得人好 她是任何人她都見不得好 那連她自己的兒子呢? 就見不得她兒子跟她媳婦好 那她兒子好她會不會也見不得? 她兒子如果對她好的話她就很好 如果她兒子看到她兒子對她媳婦好的話 她稱恨心就很大 那她有對她媳婦做了什麼事嗎? 懷孕的時候用毒藥毒殺她媳婦裡面的胎兒 那這樣子她 我想知道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阿婆她投入畜生道的之前或是之後 她有去地獄獸行過嗎? 現在剛開始獸了 所以先到畜生道? 她會先到後面會多入無間道 她還要去無間喔? 對 然後無間完之後 如果說她有出來的話 她就是要到出生 就是到人間的出生了 對不對? 她沒有機會做人 沒有機會做 對 她沒有機會了 沒有機會做人 所以就永遠就一直在這些輪迴就對了 除非那些有緣的人送職給她的職業上面所參與的功德 然後她還有機會收到地藏菩薩本願經的功德 她才有機會 所以經咒來講還是地藏菩薩本願經的經咒的效率最為重要對不對? 對 比任何經咒都大嗎? 對 她今天的姻緣 還沒辦法讓人家送職地藏經給她 嗯 嗯 她只能接收慈悲三面水燦 對 好 還有嗎? 如果她收到慈悲所參與的功德 她有機會參與 有機會參與的話 就看她自己 哪邊有因緣居足的時候 自然就會能得到地藏菩薩的功德 這樣子齁 好 那這個阿婆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? 她的罪業跟她的未來她要受到的一個罰則的部分 現在看到她一直在地上打功 難過嗎? 難過嗎? 也是跟地獄一樣千萬一劫嗎? 還是說更... 她要在這裡 受五千萬劫 五千萬劫 然後完了之後就要被帶到地獄裡面去受刑了 是這樣子嗎? 是這樣子嗎? 是不是? 她的罪人 師父子說她下一次到的地獄是油鍋地獄 油鍋地獄了 油鍋地獄了 五千萬劫之後 五千萬劫之後就進油鍋地獄了 直接先進油鍋地獄了 就對了 那這個阿婆她自己知道嗎? 她現在才知道 她現在知道她聽到了就對了 好 那她聽到的話她可以懺悔嗎? 她現在沒辦法懺悔 痛苦讓她沒辦法靜下來 哦 就是那身體的那個 那個搖的那個痛勁 讓她沒有辦法去做懺悔 對 好 那這個阿婆的狀況是不是 呃 敘述的是不是差不多了 那我有疑問想要請示 那你看到畜生道有這麼多的畜生 有蛇 我們大家知道她就稱心太重 所以會變成蛇 鴨啦 這些 或者是鳥類 這些都代表什麼意思? 你能不能 呃 逐一逐一地告訴我們 現在就有一隻 一隻豬 一隻豬 過到前面 嗯 也是豬生 人面 嗯 現在她 現在她變了命 剛來的是不是 好 那為什麼 會變豬的原因是什麼 或者是跟她說 又不瞭解豬的意義是什麼意思 貪嗎 啊 欠債不還 蛤 欠債不還 哦 然後太過於貪愛 貪愛 嗯 嗯 所謂的貪愛 也是博愛嗎 就是貪愛 人家跟她講的事情 她就 不 不明是非 啊 然後就因為貪愛 沒有聽到 是非